《天天天南》 主持 謝二芳 宋景輝 錢建榮 張三 我在節目做那麼久 我都是反對陰謀論的 黑境偉絲滅跡 女的跳海 男的跳樓 我一直都反對這個說法 直到十五歲的少女陳彥霖 赤裸浮屍這個大海之後 我又開始對坊間的傳說 有一點信 從哪裡看呢 第一 一個十五歲的女生 沒有留下任何遺書 沒有留下任何她想輕生的一些跡象 這是第一 第二 她本身是一個跳水的校隊 也算是善於游泳 會不會選擇去跳海 因為人的本能 我完全不懂得游泳 我跳下去就一定死定了 我綁架石一定死定了 但如果我懂得游泳的話 本能來說基本上是不會浸死的 浸死有可能 但是不會選擇跳海 一定不會浸死的 除非有大浪 衝進去撞到石 否則一定在海上的本能 一定能浮得起 我就算不動 我們懂得游泳 我就算不動 我都可以浸在水面 是根本不會沉下去的 那浸不浸得死 那你都不會選擇 重點是 不是去浸 重點是一個懂得游泳的人 不會選擇跳海 是的 好了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喂 你就算跳海 我就算當你是跳海 你會不會脫衣服去跳 為甚麼事 你總有一個原因 我留下遺書 我是光脫脫而來 所以我要光脫脫去 這是一個原因 一個人跳樓 會不會脫衣服 然後警方說 CTV拍到他 是向這個海的方向 海濱方面走去 第一 走去是很難浸 很難浸死 頭海 頭海 就是中內才會死 走下去很難 就是你很難去 走到過頭 然後自己浸死 沒有 第二 為甚麼先脫衣服 總有一個原因 是吧 好了 那我又力力提出另外二點 你說喂 這個是 我們大家都相信 黑警是毀師滅跡 謀殺他的 然後扔他下海 如果用這個理論來推論的話 一個 這麼明顯的謀殺 警方又會不會這麼蠢去做呢 警察都應該受過偵探的訓練 他做之前總要消滅證據 不會讓你看到 不會讓你猜到 不是 這個是 看到的 其實是太多 太多到他已經覺得 太多到他沒有空去做這些推理和偵探小說 沒有理由的 反正無論所謂的 你扔下去 因為他現在說甚麼 他都橫說可以 就是 打一個人 他可以說Yellow Object的時候 其實他們說的話 說甚麼都沒有所謂 你不相信不要緊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相信他們 真的做這件事 因為這幾個月以來 他們的言行 他們說的 去做的事 是真的令到大家 相信他們 我一直以來 我跟張燈都說過 沒有任何證據 我們是不會相信的 所以我一直以來 都不會傳這些 我自己Facebook也好 我自己WhatsApp也好 但是這件事不得不令我 有我自己的看法改了 我改了 這件事 你從哪個角度看 這位十五歲的少女 都沒那麼可能跳海 大佬 是嗎 你怎麼計算 這個已經是 你見到一個 一個出來遊行的少女 被拘捕 懂游泳 然後死了 變浮屍 這件事已經 其實我和你們都是一樣 我是不會分享這些 我不會相信 但這個我都會分享 我都會講 因為我已經覺得是 匪夷所思 去到其實覺得 已經有點離譜了 但是這個 也都是另外一個版本 另外一個版本說 這個女生從來沒有參加 遊行示威 對這個反送中 對這些近期活動 她是沒有參加過的 來自一個就是 破碎的家庭 單親的家庭的成長 她是獨居的 沒有跟家庭同住 她父母分開了 所以她失蹤了之後 隔了兩天 她家庭才報警 那結果呢 這個呢 我相信 也是一些 正反的 兩面的 這個呢 我相信 也是那些什麼 HKG 那些說法 就是這樣說 那我就從來沒有引述她們說的 還不應該是上主會醒的 我相信 你現在那個人死了 很多人去扣這些故事出來 就說她有 單親家庭就代表她自殺了嗎 沒有父母照顧就代表自殺了嗎 單親家庭和沒有父母照顧的 才特別堅強 還有呢 為什麼要作一個背後故事給她呢 既然公眾有這麼多疑慮 你警方說有CTV看著她 由這個案子上面 脫身上的東西 向這個海濱方向走去 你公佈這些東西給別人看 如果真的的話 為什麼你不公佈呢 因為太多謠言 我當這件事是真的 真的要自殺的 你將這個CTV公佈於天下 那大家就息除疑慮 那現在就在這個 調景嶺去陳同學所讀的學校 現在就被人圍緊 原因就是她 校內的同學學生 要求校方公佈那條CTV 好了 那她公佈出來的CTV 是經過展輯 但是 她去到一個 即在播放途中 去到一個點 電梯門打開的時候 突然間就停了 不播下去了 那些人就質疑 為什麼不繼續播下去 因為看到打開電梯門 有一個人在外面 為什麼會停了 大家要求繼續播 校方就不繼續播了 現在就是 在這個時候 還在那邊 是在圍著學校的 不知道她為什麼不播 或者為什麼需要 剪輯那段片 她就說 我們要尊重私隱 有什麼人出現 其實 技術上面 可以遮到的人 遮到她的樣子 馬賽克就可以了 都可以的 這個絕對是做得到的 你用那麼多時間去剪輯她 不如馬賽克這個樣子 所有的公眾而慮 現在你不去澄清 所有的解釋都是一個掩飾 還有說 現在網上也這麼說 最近所發現的 所謂自殺的案件 或者是那些 海上浮到 撓到的屍體 比過去 未能發生反中中的時間 總和還要一年還多 這個我們之前也說過 其實我們那個網 可能一兩個星期才是屍體發言案 現在一天幾宗 你可以說 整個社會的氣氛 令到一些人 對於那個社會 已經沒有什麼失 沒有什麼可戀的選擇 因為很多人可能 情緒有沒有問題 選擇輕生 這個我們 我們都當理解了 我們都不歸入去 由黑警殺人那些了 但是這一壇事 因為我就算是連 有一宗又說 那個屍體是發現了之後 又沒有血跡 很明顯是跳樓 但是他沒有血跡 斷腳 我都傳疑 他在學術上 那個疑問也是對的 跳樓下來 如果那個人是在山 跳下去斷腳的話 你的血管斷了 一定有血飆出來 即使人即時死 血都會飆出來 所以這一類我都當是傳疑 因為我看不到 但是這一壇事件 是很明顯地 還有那個事主 報案 然後兩天之後 其實他已經發現了那條屍 但你都不告訴家人 然後十天之後 你就火化了 那這個火化究竟是 不是兩天之後 兩天之後發現了一個屍體 但是那個事院報了名 報了案 你都不去告訴家人 直到十天之後 你就火化了 你這個火化究竟 家人有沒有同意呢 我們不知道 因為火化地 家人同意的 沒理由警察自己搞定 不是要同意 是家人去做的 好了 那裏面 我都是說回頭 因為你要 一件這樣的事 你現在不是說一件 就是社會上說幾百 百幾件 我當它斬了一半 有五十件 你要塞住這麼多把口 沒有 沒有可能的 就是我經常都用這個 第一個問題 好像這次陳同學這個case 那家人呢 是沒有跟他做任何這個 發洩 對 就是我們看到什麼車禍 死人 知而此類 跳樓 都是那裏會找個道士來領一領 都會做一些事情 信教 信天宇教 那你都會做一個 安息尼殺 是這樣的 現在是沒有任何的 追思會 所以是很奇怪的 這件事就變成 如果警方不會將這一件事 因為這件事不只是我們現在傳言 是外國的傳媒都在說的 有ale detail 如果真的不跟警老師 那你就馬上拿出來 還有沒有跟警老師 還有這跟不關警老師 香港社會 每天發生這樣的屍體發現案 即是連接殺神 還有這個 社會上已經有那麼多疑慮 的話 就是 most of all 你要從這件事 至少先澄清一下 你們長得警方 連 laptops 全部都拍完了 他真是在岸邊自己脫衣服 把所有的東西都扔向海斌 現在他們根本都是 說知你,我想跟你解釋 不需要解釋 根本整個政府來說 就是靠這些暴力集團去統治 我們現在整個司法系統 所謂法治 有執法有私 我們都是說說而已 再說多一點 譬如我們見到昨天有個女人 在街邊被人打 那是甚麼呢 他見人家戴口罩 他罵人家不止 還跑去跟人家動手 動手拿人家口罩等等 又發覺這是一個法庭的檢控主任 是法庭的檢控主任 這個檢控主任 你都知道在甚麼情況之下是違法 你是這樣去一個襲擊罪 因為藍絲群組的氛圍 就是覺得他們做這件事是正義的 如果警察有機器可以橫行無忌 你沒有的 現在警察就休班警 又不需要職位又不職位 現在網上流傳 其實有班人根本就不是警察來的 我是福建人我換件衣服 福建幫我換件衣服 我就去淘寶買一支收警棍 勾人的時候我就叫我是警察 喂 現在真的可以這樣的 是不是 現在網上就有這樣的留言 送私就 還有 我們現在那個所謂法治去到哪裏呢 好像剛剛今天也有一個新聞 剛剛的新聞 律政署申請禁制令 將警察宿舍列為禁區 不可以在那裏 小夜行之旅或是走近一點都不行 好奇怪 出這些禁制令 為何不申請禁制令 他當然是說了20個 譬如德福他沒有說到的 德福那裏沒有說到的 綠陽那裏沒有說到的 他也沒有說到的 是啊 德福是綠陽 沒有說到的 不過這個 總不用我們爆料 其實現在警察宿舍 基本上不要說禁不禁制 整個警察宿舍的門口 現在你屁股 我一天坐車去經過順利的紀律部隊宿舍 洞了水馬 進去有關卡 好像你搖過關 那你有沒有這條禁令 他都已經封了 特別是順利那裏 是個孤島 一條千橋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你進去就沒得散 是沒得散 其實我覺得他要壞到護城河 那裏就好一點了 現在警察根本就沒有 沒有網管 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就是一個暴力集團 現在就看回究竟 那你和市民結的怨 你將來都會承受的了 你整個警隊不會再重新 剛才我們回應剛才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說 台灣大政部就說 關注黑警移民的事情 有人就問 我們可以怎樣做推動 其實你在法例上 寫明香港警察不得申請是很難的 但當然你說 你填職員都填了你就知道 或者是說 其實有些警察 也可能是沒有做的事情 簡單點 推動 要申請 一個聲明書 一個切結 我沒有做過違反人權的事情 他不覺得有的 這個判斷不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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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政府去做一個審柄 不是由香港警察 你說自己沒有就沒有 其實一個 我想找個另一件事 有些可以做的 因為我們有的 這個判斷是很會被推動 那些社會 那些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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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倫敦外面 大高恆盛銀行 又新起了一個過馬路 山東街口 有些示威者打爛紅綠燈 我想幾位對打爛紅綠燈 有什麼看法 我想說一句 對網民抗爭者 發動不合作運動的看法 三哥,我解答了這個問題 黑衣人的示威者 真正如我們 是沒有打紅綠燈 打紅綠燈的 一定是其他人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如果說清楚的時候 你反對打紅綠燈不對 你覺得這個不合作運動 是否對 你這個說法是對的 但問題是 不合作運動是一個階段 就是我們明天 譬如 阻塞 譬如罷工 阻礙著地鐵 開山門 我不讓你開 你在那個時候 你打爛紅綠燈 令到整個全香港交通癱癒 因為我不想讓你開工 我們要發動罷工 我覺得這樣是對的 但如果在平時 你沒有去說說 就是告訴別人 你說清楚 每一個行動 你都要說清楚 令到人民說服 說服別人 你沒有說清楚 你打爛紅綠燈 就會令到有些 本來支持我們的人 那可能就是 只是差一個 就是說 是不是需要一個聲明 就是說 你告訴別人 我打爛紅綠燈的動機是做什麼 我想達到什麼效果 所以沒有錯 你不能說的 不可以說的 不可以說的 謝功說的 他打中銀的時候 他講得不明是匪資 是啊 他打你 打你 理心的 你真是莊陳佑 他那個陳述一樣 拜託你們 你們抗爭還抗爭 你們不要破壞 地鐵 因為我們的失明人士 殘酌人士 是很依賴這個交通工具 我們沒有這個交通工具 我們很不方便 我們無法上班 我們做不到正常行為 那個情況一樣 你今天打爛了那些交通燈 大哥 跟那個抗爭有什麼分別 沒有什麼用 這個裝生都昂糕 無關你失不失明的事 我現在這樣戴眼 我現在那些交通的問題 我都有問題 不是不是不是 那個問題 他同樣一個道理 你破壞擋鐵 破壞擋鐵 令他無法上班 宋主委就點出一樣 我們很多 我並不是說失明人士 我現在說很多的港珠 你阻礙我上班 你阻礙我上班 你阻礙了鐵路 我回家也無法上班 等於我前兩天吃飯 在美股被人趕了下車 我還可以勉強 還可以在美股走去深水埗 如果我再盲多一點點的話 我走不了 所以我只會覺得 一件事就是 在這個大事後裏面 其實抗爭者也好 示威者也好 你要說明 你的動機是做什麼 因為你不說明 你要說服人民 你做每個行動 你要說服人民 我做這個動作是做什麼 為用什麼要做 那以後我贊成謝功 謝功說得很對 所以打交通燈 是一早沒有說過的 所以我不是 我用我們 不是我們做 這個解釋很牽強 昨天我提起那些年輕人來的 那些現在問題是黑警 都是那個樣子 深圳下來不行嗎 打得好 慶高彩 你不停要對 一波波爛 你看到綠燈的時候大家會說 很厲害 是很多人當然是很厲害 如果要旁邊我都說是很厲害 我也是很厲害 我也這麼說 一定要向大眾說明 你的動機和原本 但是大家也說 有破壞的 是不是生政抗爭者 譬如我們已經看到 在灣仔地鐵站裡面 中火的 是警察 不用在觀塘 簡單 觀塘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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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別人 裡面的秀倫都會破壞 其實 其實我們香港人有眼看到的 我們知道 是一個 字編字導字演 為什麼他都會這樣做 他有個計時器 現在科技很先進 那些黑議員有計時器 正如剛才謝功你說的 為什麼警察都有推理邏輯 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 這麼有漏洞 他根本就不是打算給你看 他這個 你放火的畫面 是被 被無線電視 CTVB人拍 譬如微博播 給大陸人看 根本就不怕讓你看到 你拍著他 不斷挫那個年輕人 不斷打 不斷打 哭著 背脊 他不怕讓你看 其實他要做到一個震懾作用 我就算讓你看到 我是教的 你出帳嗎 你以後沒有人做 你做不做 我都入帳了 我現在做給你看 我打破了整個地鐵的東西 你就算不做 我都入帳了 因為你們做的 我不怕做給你看 有一段片 大家不知道怎麼記得 就是前幾個星期的 就是有一段片 有架直通車 在上水利子站 被人撥爛了 衝進去撥爛了 為什麼其他傳媒沒有播 這麼大件事 為什麼不是大新聞 直通車被破壞 撥爛 唯有內幕消息 CTV 那片片在哪裡 為什麼沒有人播 他預計到那輛車被破壞 我們都記得 在不同的地方 譬如將軍澳裡面 有人拍片 有攝影師 打光 有些穿防暴衫 有些示威者 有拍片 網上已經有很多圖片 一個問題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這段片 沒有人看到的 我上去看過 現在那段片不知道在哪裡 我上去沒有人看過 在上水站 那段片是怎樣來的 誰去拍的 實際有沒有直通車被破壞 那段片聽清楚 所以看到有人蒙著面 進去直通車 為什麼沒有其他的傳媒 我現在說出來 很多觀眾 有些黑衣人爛著路 要收過路線 你有沒有看 黑衣人是一個很懂得保護自己的人 他們如果沒有傳媒的時候 他們是不會做這件事 為什麼 黑衣人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不怕被你拍到 但他最怕的是什麼呢 是沒有傳媒拍到的真相 所以你看任何出去的抗爭 很多時候都叫記者記者 為什麼要記者 就是要記者去記錄下這件事 甚至有不同立場的記者 我都想你記錄下 讓你可以看到真相 這就是黑衣人要做事的時候 他們的方針 到這裏說到這裏為止 不說了 太多了 要不說多幾天都說不完 我們說一下 我們中華民國現在的外交部 就真的非常好的 對日本好得我們稱為微日 但是現在民進黨政府又覺得 不是 我們真的 有日 我們好朋友 這個有是友善的有 好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台北事務所的代表 叫超田幹夫 因為他都服務了一輪 那都應該調回到台灣 調回到日本 那外交部部長吳超市 在頒贈特種外交獎章的時候 即是阿表章這個超田幹夫駐台期間 對促進台日關係的灼注貢獻 送了紀念品 這個正常 但是送了什麼呢 他說呢 他說呢 送了個牌 那個牌上面寫 送了個獎章 那個獎章上面寫什麼呢 謝謝超田幹夫大使 我最敬愛的大哥哥 在台灣的完美服務 大哥哥 這些呢 老實說 是不是一些正常的外交的用詞來的 你就是私人唱一下 你私人 你不超市跟這個超田幹夫 大家私人的情誼 你送過這個牌給他 就沒什麼所謂的 是外交部 但是你用外交部的 local 和外包的身份送給他 就不應該叫人用大哥哥的大哥 就是說大家在飯局上面 喝酒好像我們的民進黨議員 在北京 跟共幹人抱著 大家兩人一家親 你師兄我師弟 這些你在飯局裡面可以說 但是那個民進黨議員 回到台灣 他不會納珠文字 不會寫出來的 好了 變了有些人就說 他說 這些 就是一些表示 這些是 就是外交部裡面的人說 他說 對這個用語 印象深刻 但是用語 確實引起各界的討論 說 你肉酸就肉酸 你不能寫我最敬愛的超甜BB 你有沒有夠有趣了吧 你不如這樣 夠親切 是不是夠親切了吧 超甜BB 藍燃營的立委 當然是屌到混蛋 他說 這樣的用字在外交禮節上少見 不超洩的態度未免卑躬屈失 過度未一 江啟臣就說 他說 如果是個人的愧贈就沒問題 但既然當了公家部門贈禮物 就應該以國家的角度思考 用字有謝不妥 不止有謝 是非常不妥 你戴哥哥用得這樣 我超甜BB 為什麼不用得 文進黨的立委當然要護航 我也很想聽他怎樣解釋 他說 用語當然不那麼典型 但是 無雙謊 這個身份 失了自己的身份 文進黨這些部長 譬如我們以前的教部長 輕足難輸 四隻小豬 三隻小豬 三隻小豬 成語 挺喜歡 輕足難輸 其實在稱讚阿扁 我們回來 待會我們還要說 變了 這個 當然 當然 如果我們和日本友好的 卑躬屈膝 為了和日本建立友誼 用詞 更糟糕 都算夠了 但是 我們那個充之了倒 仍然是被日本人掛著的 我們還可不去捕魚呢 那些漁民就生氣了 馬英九年代 我們一直都可以去捕魚 你民主黨上陣之後 你承認那個充之了倒 那個充之了丹 就是日本的 所以我們不能去捕魚 這樣的友好 那你要了 因為日本在聯合國大會裡面 都有挺我們 希望我們加入HWA 和Akia 是兩回事 兩回事 兩回事 說兩句 那你就叫人大哥哥 那就糟糕了 那可能他私交 還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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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繼續說 還有時間 我們下一次 因為不夠說 不夠說 你想起了頭 就又 那個 雙十國慶 那我們半分鐘 先說起頭 我們駐日本的大使 謝長廷 在這個福江 福江辦事處 就說收到這個 首相 這個安倍晉三的賀電 是中華民國 這個108年的國慶 香港很多市民界都拿了這些新聞出來 有這麼多 很開心 包括我們的老友 放上去 你看看 這個中華民國和日本的友誼 多厲害 堅固 我們看看 待會回來再講 笑夠死